隧道窜出浓浓白烟 里头被红色火光笼罩 烟雾明门 完全看不清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开在最前方的通讯航工程车赶紧回转换条路行驶 其余后方三台车驾驶全都吓傻 愣在原地 台11线跳浪隧道 12下午惊传火烧车事故 有驾驶开到一半 发现前方轿车都没前进 已排满隧道口 赶紧拿手机拍下惊悚烟雾 紧急报警 不过事后了解隧道内 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而是公路单位正在进行隧道内的消防设备测试 不过事后一查公路总局却是在测试完才公告 测试期间现场不仅没封路 更没有交通管制 让在场不知情的民众吓得到处球员 索性仅是虚惊一场 花联公务团也表示 由于消防整理设备 厂商没有按排定日期测试 才会造成国警大乌龙 接下来也将对厂商进行裁罚 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记者刘几招 彭新美 花联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